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店里的招牌菜 红酸汤鲁鱼 学会了在家里也是大厨 第一步我们准备一条700克的鲁鱼 洗干净去头 再把我们的鱼肉取下来 做这道菜为什么我们会选用鲁鱼 因为鲁鱼的肉质非常的嫩 家中没有鲁鱼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用鲑鱼代替 再把我们取下来的鲁鱼 多余的骨头剁成块 鲁鱼的尾巴我们用刀给它修饰一下 一会儿我们还要摆站起来 这样修饰过的鲁鱼尾巴 在摆放的过程中才不容易倒下 鲁鱼肚子上的小刺 我们要用刀给它去除 去好小刺的鲁鱼 现在我们给它片成片 鱼片我们是两片连在一起的蝴蝶片 厚薄我们要片得均匀一点 这样我们在煮鱼片的过程中 鱼片才会一起熟 您基础在家里面片鱼片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放冰箱里面冷冻半个小时以后再拿出来片 片好的鱼片我们先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给鱼片腌制一下 放入8克的盐 用盐腌制过的鱼片吃起来会更加的滑嫩 更加的抠痰 腌制三分钟左右即可 接下来我们用清水给腌制过的鱼片清洗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腌制过的鱼片看上去非常的晶莹剔透 用黑鱼做酸菜鱼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腌制 洗干净的鱼片我们用干磨精给它吸一下水 吸干水分主要起到我们在上浆的过程中不容易脱浆 吸干水分的鱼片倒入碗中 现在我们开始上浆 放一克的鸡精 少许的姜汁水 再放入半个鸡蛋清 少许的胡椒粉 用我们洗干净的手给它抓拌均匀 再放入三克的土豆淀粉 再用手给我们的土豆淀粉和鱼片抓拌均匀 放入少许的色拉油给我们的鱼片封下油备用 接下来准备20克的金针菇洗干净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包土豆粉 土豆粉我们在每一个菜市场都有卖的 再切两个青的纤椒和几个红的小米拉备用 接下来我们烧一锅开水 放入两克的盐 放入我们提前洗干净的金针菇下进去废水 再放入土豆粉 废水我们只需要把金针菇和土豆粉废熟即可 废熟的金针菇和土豆粉 我们先用漏勺给它捞出来放一旁备用 再下入我们的鲈鱼头和鲈鱼的尾 鲈鱼的骨头下进去一起煮熟 煮熟的鲈鱼头鲈鱼尾鲈鱼的骨头 我们用漏勺捞出来先放一旁备用 再把我们浆好的鱼片下入锅中废水 鱼片我们在废水的过程中最好是一个一个往里面放防止它粘在一起 用小火烫制鱼片断生即可 这是我们烫熟的鱼片 先捞出来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锅中倒入我们提前熬好的红酸汤 红酸汤的配方比例在我们饰品的最后方 红酸汤烧开以后下入我们提前沸好水的鱼片 煮至20秒钟即可 接下来我们开始装盘 下面垫上我们提前沸好水的金针菇和土豆粉 再把我们的鱼片用漏勺捞出来放在上面 这样摆出来的鱼片看上去会非常的有立体感 再把我们的红酸汤也淋在鱼鱼的鱼片上面 红酸汤非常的开胃 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和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装鱼鱼的这个盘子是一个套盘 下面可以点蜡烛的 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点上蜡烛 一边吃一边加热 再把我们提前切好的青线椒和红色的小米辣一起炒香 炒香的青线椒和红色的小米辣 一起放在我们的鱼片上面 一道特色菜红酸汤鱼 我们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